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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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是什麼 他這裡講 首先 佛陀的 這個中道正法 首先是為無比丘 就是說 中道我們上次說過 主要 中道可以有很多種 他主要是 最初為無比丘講 離苦樂兩邊的中道 我們上次有講 還是講一下好了 就是說 中正如死之道 叫做中道 中官是中道如死正官 這個我們稍微先知道一下 這個中道 一般我們就說中正如死之道 中正如死之道 正確無誤的 中官 所謂我們說中官 就是中道如死正官 就這裡 如果把 這個中道如死正官 叫做中官 他就叫中官 好 那麼所謂的中道 他最主要的 就是最初 最初 主要三個 最初 講出中道就是這裡講 為無比丘講 那麼喬成如 他們無比丘講 離苦樂兩邊 那中道有一個 苦跟樂的兩邊 那麼中道 中正 中 基本上 正 中正 應該是這樣 中道如死正官 我們寫這樣好了 就中官 就中官 那這個中正 中就是離兩邊 正就是正確 而不是錯誤的 正確無誤的 正確無誤的 如其事實的 那麼兩邊 正確無誤 兩邊就是錯誤 錯誤的 不正確的 他是離兩邊的 那麼正確無誤的 那兩邊最主要的 這個是我們說 第一個 苦樂兩邊 沙門波羅門 有些 依苦行 有些依樂行 像 有些人 比如說念佛好了 念佛 我們到底是 要很快樂的念佛 還是很刻苦的念佛 很嚴肅很刻苦的念佛 還是要很快樂的念佛 有些人強調 有些人強調 念佛就是要快樂 修行就是要快樂 那有些人強調 修行就是要刻苦 修行就是要吃苦 吃苦才可以了解 其實這兩種說法都是兩邊 念佛不要偏向 刻苦的那一邊 也不要偏向很快樂的那一邊 因為快樂是一種感官的感受 痛苦也是心裡面的一個感受 身心的感受 那要怎麼念佛 要平靜 清靜的念佛 內心平靜的念佛 安定的念佛 基本是要這樣子的 那修行它其實也是這樣 要離苦跟樂的兩邊 並不是越苦就越有修行 也並不是你現在快樂 你以後就會快樂 不是這樣子的 你要知道痛苦的原因是什麼 快樂的原因是什麼 那你痛苦來自於哪裡 快樂來自於哪裡 這個叫有陰有緣世間急 有陰有緣世間滅 所以它要離開這兩種錯誤的方法 這個是錯誤的觀念 錯誤的方法 不管夠苦還是熱 基本上都是錯誤的 那麼所有的錯誤不離開這兩邊 然後從這個你兩邊裡面 從這個你兩邊裡面 它基本上分幾個苦跟熱 苦跟熱 苦熱兩邊 然後 然後有種種種種的兩邊 種種種種的兩邊 殘跟斷 有跟無 一跟一 非常的多 還是緩跟急 那我們說這個是修行的方法 那要離開苦跟熱兩邊 這個是兩個極端 然後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所修行所贈得的道理 要離殘跟斷兩邊 要離殘跟斷兩邊 然後要離殘斷兩邊 離有無兩邊 這個是魏家瞻眼說的 魏家瞻眼 主要 魏家瞻眼說 魏家瞻眼說 離有無兩邊 有跟無 因為大部分的人 到底是有我還是無我 然後會在這兩邊上 所以一般來講 這個所謂的中道 魏家瞻眼說 主要的中道 就是 正見世間集 走以正見 正觀 或叫做正觀世間集 正見世間集 或叫如此正觀 正見世間集的 正見世間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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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我們稍微記起來就可以了 這個是很好記的 第一個就是離苦樂兩邊 就無比丘講的 那另外一個是正見世間集 跟正見世間滅 因為有因有緣世間集 各種條件而合 才形成這個世間 這個世間有無印世間 國土世間 有情世間 那麼這有因有緣世間滅 這個是緣起裡面最主要的說法 正見世間集者 不生世間無見 因為有因有緣就有 因為有因有緣就有 不生世間無見 形成 那麼不生世間無見 會墮入斷見 那麼正見世間滅的 因緣沒有啦 那麼就不生世間有見 不生世間有見 那麼也可以這個叫斷見 這個叫常見 那所以這個就是離有無兩邊 這個是魏家詹言說的 那麼從這個有無兩邊 延伸 龍樹把它延伸 就是 也不是 佛位比丘講的 那麼就變成所謂的生滅 生滅來去 意義 長短 生滅長短意義來去 基本上是這樣講 生滅長短意義來去 其實都一樣 次序沒有關係 生滅長短意義 來去 離這個兩邊 就變成八部中道 這個是所證物的內容來講 基本上是這樣的 離有無兩邊 然後 為二十一而說的 就是修行的態度 這個是修行的方法 這個是有修正的內容 那麼這個是 這個是修行的觀念 態度 就是修行的態度 離極緩兩邊 離極緩兩邊 極跟緩 你不可以太極 太極 太緩沒有力量 這個緩 緩不計極 太緩 那我們說主要是這三個 從這個有無兩邊 延伸生滅長短意義來去 那另外 那麼有一些中道 這個是指 這個 這個 最初的 就修行的方法 那從這個 無比丘講 離苦樂兩邊的中道 這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方法 離苦樂兩邊 那麼延伸出 延伸出所謂的八正道 那麼正確的 刺地的 那麼所以中道 有時候就叫八正道 苦極滅到的道 就是八正道 那那個滅 基本上 滅基本上 就是指他所證物的內涵 是離生滅長短意義來去 有無兩邊所證物的內涵 就是涅槃 就是你證無我 那基本上是 以無我得解脫 那麼為什麼要為無比丘講離苦樂兩邊呢 那主要是因為當時 當時 當時的人 沙門婆羅門 他裡面有講 但是主要是 主要是 當時無比丘 所以 釋迦佛先 先去 一個苦行的地方 租一天就走了 然後後來又去 又禪定 沒有多久 又回到苦行 裡面 他不是修苦行 他就在那裡 依著那裡修 所以 基本上 當時的觀念 奇納教也是這樣 就是你修苦 你受苦 你就消業障 你現在受多少苦 你就消多少業障 這種觀念也會 影響我們 我們會覺得 哎呀 你罵我替我消災 我們有些人會這樣 感覺喔 其實不是喔 不是 不是我受一點苦 那麼我就消業障 不是我被別人罵 別人就替我消災 那如果這樣可以消災 那我就找一個人 天天來罵我 我災消得很快 不是這樣子的 這觀念是錯誤的 那麼我一直受苦 我夜宵消得比較快 這個是外道的說法 叫做吃苦了苦 吃苦不能了苦 吃苦就是吃苦而已 了不了苦 是從心上說 這是心 有沒有知道 斷那個苦因 心有沒有斷那個苦因 苦因是煩惱 了不了苦 要看你 有沒有造惡業 因為 因為苦是怎麼來的 苦是一種果報 叫做苦果 苦是由惡業來的 那其實廣一點來講 就是有肉業 有肉業有生死 有肉業 其實就算你生到天上 飛翔飛翔天 你仍然有行苦 就無產故苦有行苦 所以苦有三種 苦苦 壞苦 行苦 從這個苦苦裡面 他又有所謂的 生老病死 怨政會愛別離求不得 本身就是苦 怨政會愛別離求不得 這個現象本身就是苦 那 所以 這個 主要 這個欲戒 色戒 無色戒 欲戒 色戒 無色戒 他都有苦 只要是這個八苦 那欲戒 色戒 欲戒 色戒 色戒 無色戒 無色戒 無色戒有行苦 欲戒 色戒有壞苦跟行苦 這個欲戒有苦 壞苦行苦 那麼本來就有苦 苦是一種苦果 那你說 吃苦就了苦 不一定 吃苦你說這地獄受苦 最苦啦 好 他受完夜報對不對 那教理講他應該解脫了沒有 他還在繼續輪迴又受苦 他也不是就沒有苦 所以他是有苦果來 那麼比較重的苦是有惡業 那實際上才講 善業 你生到天上 你還是有苦 所以 所以 嚴格的講 有肉業 有肉業 你就會受苦 肉就是煩惱 肉就是煩惱 肉是煩惱 只要你有煩惱你就會受苦 這個煩惱主要是我愛 業主要是我愛造作的 我愛是由我劍來 我劍就是直取由我 所以你照劍五蕴皆空 杜一切苦惡 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你正無我 你杜一切苦惡 好 那麼 所以苦是由惡業來 那麼 你苦必須要有 你這個業是由煩惱來 我們說業是由煩惱 煩惱只要是以我愛為主的煩惱 所以 處受愛取有 緣起裡面有沒有愛取有 愛 取有 有就有生死 有生死 有生死 有生死就有 就有一切苦 有就有生死 有生死輪迴就有一切苦 生老病死 老病 生到死之間 有老病 認會愛別禮求不得 有這些種種的苦 所以 它是由愛而來的 那愛是由什麼 我劍推動而來 無名 我劍 直取由我 那麼 一由我 那麼透過 這個五印身心 處受 就是 四明色六路 處 受 那麼產生這個愛取 然後才產生的 其實它是這樣的 所以 你如果要不受苦 不是吃苦 不是吃苦 可以讓你不受苦 而是要斷這個苦因 斷這個苦因 才可以讓你不受苦 基本上是這樣 那你可以不受限制的苦 不受來世的苦 那麼你就修食善業 你升天 來世不受苦 來世升天不受苦 但是它一樣有生死 一樣有辛苦 一樣有無產故苦 一樣有辛苦 但是如果說你舊 你身心的苦來講 那麼生到死 生也不苦 死也不苦 因為它生死不是像我們這樣的 但是它離開那個境界 比如說無色界的天人 它化身的 它不苦 它死的也不是像我們這樣 也不苦 但是它死的時候 它離開它原來殊勝的境界 它就會苦 它會投胎到 又成為哪一道的眾生 開始受苦 所以佛法裡面來講 不是吃苦就能療苦 不是的 你吃苦 你吃苦 不再照苦因 你才能療苦 不再照苦因 而且斷苦因 就是你不再起煩惱 好 那這個是佛法裡面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但是我們後來變成吃苦療苦 那被別人罵 就別人幫我們消業障 不是這樣的 這樣的觀念是錯誤的 那所以 那後來在佛陀時代 其實奇納教就是這樣 不斷受苦 不斷折磨自己 不斷讓自己受苦 然後就覺得苦盡就解脫 因為它認為苦是從夜來 那夜我不斷 我不斷受苦受苦 我的夜消完了 就好像你地獄的夜受完了 你就離開地獄一樣 你出生道的夜受完了 你就離開出生道一樣 那不是啊 那你天上的福 想盡了你離開天道啊 但是 它那個夜晚還有夜的根本沒有斷 所以它並不能就離開那個苦啊 沒有辦法離開生死啊 真正要離開生死 才可以離開一切苦 其實是這樣的 它斷苦因才是 所以你必須要知道苦的原因在哪裡 所以苦疾滅到就是這樣啊 苦疾 即 你知道苦 你也知道要離苦 但是你不知道苦從哪裡來 什麼因緣導致這個苦 你就沒有辦法 你就沒有辦法 滅苦 滅苦要先滅苦因 苦因嘛 要有正確的方法 中道 中道正確如此之道 去滅這個苦因 去滅這個苦因 苦因滅了苦果就滅了 這個是苦果 那 要有中正如死之道 那麼去滅這個苦因 那麼苦果 苦因滅苦果過程 一切的苦都滅掉了 那就涅槃了 就是苦的 所以滅是涅槃的熄滅啊 滅是苦的 苦的熄滅 一切苦 一切苦的究竟熄滅 這個叫做涅槃滅 所以我們知道 當時 當時 包括吳比丘都認為 吃苦 你和人療苦 所以你不修苦行就是不修行 不修苦行就是不修行 不修行就不能得解脱 所以當釋迦摩尼佛 拋棄苦行的時候 這吳比丘都不跟他 照理講 他是進犯王派來的 要在西達多王子旁邊保護他的 他在哪裡 你們五個人就要在哪裡 就看著他保護他的 那 所以 就算他要離開 他們也應該跟著他離開啊 但是 他們都是從王公來的 他們不是要修行的喔 他們只是被進犯王挑來 保護這個西達多太子的 那一來就五年多嘛 五六年嘛 他不是修苦行他就在 他是 他是打聽打聽到 然後 喔 釋迦佛現在在苦行裡修苦行 所以 他們 靜犯王就派人來保護他 那這五個人是 是靜犯王派來的 那 沒辦法 就跟著他一起升華 所以 也跟著他一起修苦行 結果 釋迦佛修了六年苦行 那 他們至少也跟了五年多 他們 發現到 苦行不能得解脱 會白白送死 那苦行像受到不行了 後來 釋迦佛就覺得 要 不要再依這樣的修行方法 這樣的修行方法是錯誤的 所以他決定 另外 想方法 但是 當時最有名的 號稱可以解脱的 那麼 除了修禪定的 禪定的他已經修過了 禪定 因為釋迦佛在家的時候 就有過禪定了 他去 去這個戶外遊玩的時候 看見那個 看見那個老病死 他就在那邊觀想了 他就那個時候 他就稍微有禪定的經驗了 所以他去修禪定 其實是很快的 很快就得了 無所謂的觸定 跟飛翔飛翔觸定 那已經到最高境界了 他覺得這個病沒有解脱 所以他就離開 那 回到 當時的 就是 他又去另外一個 所謂苦行臨裡面 很多 那時候 有一點像中國的中蘭山 很多人聚集在那裡修行 一個毛盆一個毛盆的 然後他也去那裡修行 修了六年 一麻一麥的 這個苦行 發現到也沒有辦法得解脫 所以他就要放棄苦行 他要去哪裡呢 他也不知道去哪裡 但是他決定放棄苦行 但是他決定放棄苦行 那這個 他們就瞧不起他 也不保護他了 你愛去哪裡 你就去哪裡 他也不保護他 那釋迦佛一個人 西大多一個人 就走啊走啊 就走到家野城 我們的菩提嘎雅那裡 他那裡叫做家野城 那裡以前也住一個家社 三家社有一個老二他就住在家野城 有羅平羅家社 木瓜嶺 木瓜嶺 木瓜村的 家野城的家社 然後還有一個在河邊 那提河旁邊的家社 就三家社 他就到那裡 那個城裡面 看到一棵碧波羅樹 碧波羅樹就是菩提 後來叫做菩提樹 他以前叫做碧波羅樹 那碧波羅樹底下樹很大 他就在那邊打坐 發現我就在這裡修了 如果沒有成佛我也不離開了 就這樣 那麼某一天 月圓的某一天 那一道流星化過 那麼他這個時候震悟 震悟之後他發現到 因為你有解脫 你就知道解脫之見 你知道你震悟 而且你知道要怎麼方法才能震悟 所以他就回過頭來 要想說我要去度誰呢 度他兩個老師 修禪廳的老師 這兩個人 兩個人都已經生到無色戒了 生到無色戒不能度喔 他媽媽生到刀立天還可以去講 生到無色戒那個心在定裡面 他沒辦法 那飛翔飛翔 那根本你也動不了他的心 他要果報完才下來 你沒有辦法去度化他的喔 生到刀立天還可以喔 生到玉戒天都可以 色戒天也可以 那色戒天要看 那無色戒天就很難了 就很難 所以佛法裡面非常非常 沒有辦法引發無肉慧 那個心太神 那個在定裡面沒有辦法做官 好 然後他就想說 很多人也在那裡修行 他就在那裡 那釋迦佛 釋迦那個時候已經成佛了 他想說那去度那個 度那個吳比丘 結果 因為那個從佩迪加亞到路也約要走很久 如果你們有去印度的話是坐車去的 要走很久的 不知道走幾天不曉得 所以還沒到之前 人家就說這個西達多王子要來看他們了 他們五個就商量好 等一下他來的時候大家不要理他 那也不要管他 也不要跟他頂你 也不要跟他講話 鄙視他 默視他 讓他知道我們為你犧牲這麼多 拋棄了家庭 拋棄了富貴 拋棄了武藝 結果你現在不修行 那你對得起我們嗎 他們心裡面是這麼想的 所以他對他們 其實對他是有怨言的 你想一想 你拋棄了那些富貴 你也不想修行 但是被派來保護這個人 結果這個人有修行還好 他也不修行 你看他氣不氣 所以他們五個商量好都不要跟他講話 那釋迦佛就要先破除他們這種觀念 什麼觀念 苦行就是修行的觀念 其實以前我剛出家的時候很多人還是這種觀念 覺得出家就是要吃苦 有沒有 以前的人就是出家就是要吃苦 要吃苦 吃得不好 穿得不好 過得不好 偶爾常常要被人家打被人家罵 這個才就是修行 不是這樣子的 不是這樣子的 修行它基本上不是吃苦 我們說過修行不是為了要吃苦 是為了要什麼樣 離苦 這個觀念 修行要離苦 不是要吃苦 那麼但是離苦你要知道苦因 那並不是 並不是你吃苦就是修行 你吃不好 穿不好 住不好 那個就叫修行 不對喔 不對喔 你可以吃不好也可以吃得好 但是你的內心都沒有煩惱 這個才是 你有好你就吃好 有不好你就吃不好 住得好就住得好 住得不好就住得不好 人家罵我 我也沒有煩惱 人家讚嘆我 我也沒有煩惱 我也沒有煩惱 叫做撐雞苦樂 利衰苦樂 那麼撐雞毁育 那這八風吹不動 他基本上是我們說要沒有煩惱 你有肉煩惱 沒有煩惱 沒有煩惱 沒有煩惱就不會去造業 那重點他那個因是我見我愛 好 那麼先從這裡 所以釋迦佛會先跟無比丘講 等一下就會講到 就離苦樂兩邊 那麼這個各個經典都有記載 這個是最早最早講的中道 最早講的中道 那這個只是方法而已 你離苦樂兩邊是不是就解脫 還沒有 真正的解脫必須是 離有無兩邊 常見跟斷見 完整的說就是離常見斷見 身滅長斷意義來去 那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無我 八部中道都在講無我的 緣起無我 這個就是緣起無我 這個才能夠得解脫 如果沒有 像現在很多人 修行可以看到什麼 看到自信清淨心 那個沒有 那個是還是有 恢復本來面目 那個不是 所以他必須離有無兩邊 常斷兩邊 自信心心心 如果你看到那個是 那個是常見 那個是有一個本來就存在 一直存在 那麼永遠不會變化的心 沒有喔 那個還是有 那個還是有 那麼 那也許 有些人現在本來叫做什麼 近視 輕近視 輕近視 那我看現在還有一個強調什麼 白近視 反正這一些都不是喔 這一些都在兩邊裡面喔 那 或是我們把它叫做如來葬喔 如來葬我喔 或是叫做神我放我喔 犯就是清淨的意思 犯就是清淨的意思 犯我 那這個我主要是心 那麼 如果你認為有這個東西 那他基本上還是在有我裡面喔 還有修行的態度 你不能夠要修不修的 也不能夠拼命的修 因為他越急 你越急 你的心越不平靜 那所以你就 你越不平靜 你的無肉味就越不可能發 引發 那二十一友就這樣啊 二十一友很用功啊 別人在睡覺他都在用功啊 佛教裡面有兩個非常用功的 一個就是二十一友 一個就是阿納利 那阿納利用功是因為睡覺 睡覺白天聽經睡覺被 被佛喝著 他發願從此不睡覺 他的眼睛瞎掉 後來佛陀叫他修那個天眼 天眼第一 他眼根壞掉 但是他天眼第一 另外一個就是二十一友 二十一友家裡非常有錢 那過著很好的生活 因為他們都是王子嘛 那二十一友 二十一友不是王子 但是他也是家裡非常有錢 佛陀時代很多都是這樣的 然後這個 他看很多 他那一些朋友啊 什麼都出家解脫了 他很羨慕 那我也要去修行 結果他是拋棄了很多來 他很用功 別人在休息他就用功 走路驚醒走到 一般就是宴坐驚醒 宴坐驚醒嘛 走到那個腳都流血 他還在走 然後他越急越不能得解脫 就不能太急啊 那麼結果他發現到 他怎麼修怎麼修都不能解脫 他就覺得那一定是我業障重 一定是我因緣不居足 很多人也會這樣喔 一定是我業障重 我一定是我因緣不居足 不是你心太急 你換反一點就好 那因為他那個時候 比別人還用功 但是別人都解脫了 他都不解脫 所以他心裡面就想 一定是我業障重 一定是我沒有解脫的因緣 解脫的善根 所以他就想 以其這樣修行 倒不如還俗 那還可以修一些福報 來這裡 那這麼努力修也解脫不了 那這樣還不如回家 那世間的武藝也沒有 出世間的解脫了也沒有 那兩頭空 那倒不如回家 享受武藝 多賺一點錢 來供養道場 修一些福報 還好一點 這就這麼想 那佛陀知道了 知道這個人可以解脫的 那麼佛陀的打 打坐的時候 心感應到了 知道這個二十一耳要還俗了 心裡面還俗了 退委 因為怎麼努力都沒辦法 怎麼用功都沒辦法 因為有些人也一樣 在很多道場修行 遇到很多境界 他沒辦法克服 或是他沒有正確的觀念去克服 所以處理不了 又沒辦法不處理 又不願意一直這樣 又沒辦法解決 所以他也會退 很多也會退 那你這個時候你要先靜下來 你要好好了解 就是要從苦極滅到 了解整個世曲的原因 最重要就是你的心要很平靜的 先看待這件事 那如果你沒有 你越急 那麼你越不平靜 那種過去的陰受完了 現在的陰又剛起來 那就會變成 撿不斷離還亂 就會造成這種現象 那你就會很煩 越煩的時候 你會讓事情更亂 亂你又煩 煩你又亂 你就這樣 那就是 就是吃也不是 住也不是 不住也不是 不吃也不是 就一直在這邊 那這樣會讓你很痛苦 那麼二十一耳 基本上就在這種情形 太急了 太急了 越想 越快要解決 越不能解決 所以這個時候 他就想還屬了 佛陀就把他叫來 說你過去真的都在修仙 過去中最厲害的是什麼 就是還沒來出家以前 你哪一項最厲害 因為講他最厲害 得心應手的 他比較有心得 說彈琴 我很會彈琴 好他就說好 那你彈琴的時候 第一個要做什麼事 調音準 就這樣 就是好 那要調弦 那個弦如果調太緊 會斷掉 調太緊了會斷掉 太鬆呢 彈不出聲音 好 你的心 就像這個弦 調太緊了會斷掉 退心 而四十二章經裡面講這個 他用功了 用功會導致身心疲憊 身心疲憊又看不到效果 就會退轉 就這樣 所以你不要讓身心太疲憊 那也要適當的調 心跟身都要調 那這個不要用錯誤的方法 我以前聽過一個人為了要訓練打坐 因為以前打坐都用酸盤 都用酸盤 那其實打坐不在於單盤跟酸盤 打坐在於這個心有沒有專注 我南傳的基本上很少酸盤 北傳的以前都是規定要酸盤 而且還要有一個什麼法界定應什麼應 沒有 其實佛法不像這個 佛法最重就是你不管單盤上盤 上盤都可以 但是雙盤可以做得比較久 那倒是 但是做得比較久 最重要是心安定 那你為了訓練這個 你心不安定 那意義也不大 重點是訓練那個心 不是訓練那個腳 所以這個要知道 以前有一個 我記得有一個法師是 為了要能夠訓練酸盤 他用鐵鏈把腳綁起來 那最後腳壞掉了 這不行啊 這修行不是蠻幹的你知道嗎 這不是蠻力 不是的 他基本上就是中到緩 不急不緩 那後來佛陀就跟二十一而講 你過去中弦就是最會彈琴 那你應該知道 你應該知道 這個弦調得太緊會斷掉 調得太鬆沒有聲音 你現在的心就是這樣 不要太 你太急了 太急了 你要緩緩下來 緩緩下來 那個蛇利佛去度阿納律的時候也這樣 阿納律想阿納律還沒震國就已經震天園了 而且他非常精進 他心裡面就在想 佛陀子裡面天眼比我殊勝的人 除了佛之外沒有人 而且比我用功的也沒有人 為什麼我還不能得解脫 蛇利佛知道了就去跟阿納律講 阿納律啊 當你心裡面想說 想說 像我這麼用功的人很少 你那個慢心就起來了 慢心就是什麼 就是煩惱 他就是煩惱 當你一直覺得 像我天眼這麼殊勝的人也很少有 那個調舉心就起來了 那個就是煩惱 那個就是調舉 調舉跟分成 所以 所以 你這個心要放下 你才能得利 阿納律被他指點了一下 他知道他真結原來在這裡 他那個心執著在一點上 他很用功 他要精進 而且 我這麼精進都不能成就 到底是為什麼 他那個心又亂掉了 這個亂心就是你不能成功的原因 所以你要從這個地方下手 我們在日常生活裡面 有些會有 有些會講說 我都這麼努力了 你還要這麼講我 心裡面會亂喔 我都做這麼多了 你還嫌棄我 那你越做 你會這樣喔 你還是不得已還是要做 可是你會越做 越發牢騷 越做越生氣 那麼 但是 你當你做 在發牢騷 做 生氣 態度不好的時候 人家不會記得你做了多少事 人家只會記得你發了多少牢騷 那一過 他都沒有用了阿 你知道嗎 人家只會記住你不好的那一部分 不會記住你很用功 為大家做的那一部分 不會 那你不是白白 那你不是沒有意義嗎 好 所以很多的東西 你要人家記得的就是 我對你們做這麼多事 可是人家記得的永遠都是 你雖然做這麼多事 可是你那麼多煩惱 你那麼多 你那麼多不好的 所以我們基本上要在這個地方調和 就是你要發現到問題的原因在哪裡 你會想說 為什麼我做這麼多事 你們都沒看到 因為你雖然做那麼多事 但是你那個特點被人家看到的 就是你的煩惱 你那個煩惱那麼明顯 人家怎麼會不看到呢 你的煩惱比你做的事更明顯 所以 所以你不用怪大家看不到 因為你的煩惱是那麼明顯 大家當然記住最明顯的地方 我們看別人也是這樣 我們看別人也是這樣 所以你是為我好 你講了很多欠我的話 但是你的態度不好 我不會記住你講什麼話 我只記住你都有了態度不好 那就是這樣啊 所以我們現在修行也要離開急跟緩 太急了 太急了 或是有些人不當一回事也不用功 反正過一天算一天 那個又不行 那個又太緩了 就是急跟緩的兩邊 那這個是中道裡面很主要的 其實這個都是我們修行 第一個先要苦樂兩邊 然後離急緩兩邊 然後才能夠離有無兩邊 是要這樣喔 那這個是中道裡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你要把這個觀念記起來 真的第一個就是修行的方法 要離苦樂兩邊 那包括所謂的借進曲 非因既因非果既果 然後修行的心態 包括我們做事都一樣喔 急著要別人看見我們做了多少次 那這個也不對 反正你就是默默的做 要不是你就會做越多 煩惱越重 你做越多抱怨越多 你就會這樣喔 好 先離苦樂兩邊 修行的觀念要有中正如始之道 修行的心態要有中正如始之道 要中道啦 正確沒有錯誤的 那麼修行方法跟修行觀念 然後依著正確的八正道 那麼可以離苦 離什麼 離有無兩邊 正得無我 中道實相 才可以正得正確的無物的 緣起無我的實相 所以叫中道實相 那這個是佛法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文 一一的來看 現在先講到離苦樂兩邊 那這裡是一 導師是引那個 赤同蝶步律 就是南傳的 南傳的同蝶綠 南傳的是同蝶綠 北傳的有很多蝶綠 五分綠四分裡面都有講 但我們不太一樣 但是差不多 差不多差不多啦 好 他說 朱比丘 那麼四有兩邊 我們說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其實就是無比 其實就是那無比丘啦 因為他認為 苦行就是修行 不修苦行就是不修行 所以釋迦佛放棄苦行 他不太能理解 所以第一個要先跟他說 但是釋迦佛去了 他們自然而然 就頂禮釋迦佛 因為那個威德 那個威德 他們已經講好 不要跟他講話 不要頂禮他 但是釋迦佛那個威德利 去到那裡 他們看到了自然而然 大家都頂禮 然後看到了釋迦佛之後 先問釋迦佛 你為什麼要放棄修行 先講這個 所以釋迦佛就跟他講 世間有兩種錯誤兩邊 邊就是錯誤 把所有的錯誤都歸成這兩種 兩類的錯誤 第一個出家這兩類的錯誤 你真正要解脫的人 出家的修行的人 修行人不應該要有這兩種 極端的行為跟觀念 不應清淨 就是不要去學習 這一種兩種錯誤的方法 第一種哪兩種呢 第一個 於諸慾 愛慾 貪著事 就是在五慾 快樂 追求 沉溺在感官的慾樂 慾界裡面 最慾界裡面的特點就是五慾 五慾就是什麼 色身香味醋 我們叫做妙色妙生妙香妙味妙醋 這個是五慾 那麼 這五慾裡面 因為我們慾界的特點就是對五慾的追求 我們叫做愛 這個愛裡面 主要是禁界愛五慾 五慾 那五慾是為了滿足自身的 叫做自體愛 所以這個愛 愛取有 這個愛 是因為有自體愛 有禁界愛 有後有愛 有這種我們才有生死的 好 那他說 但禁界的特點就是 愛 著五慾 諸慾 那麼所以他說 於諸慾 那慾不離開五慾 那麼愛慾 貪著事 貪著這個五慾 染著這個五慾 所以叫做什麼 五慾是什麼 葬道法 那麼對五慾的過度追求 不擇手段的追求 就會有所謂的五惡 五惡是什麼 殺到淫忘久 那五惡就會有五苦 五種恐怖 這個無量受精叫做五痛 那麼這個五苦 五種痛苦 不斷的 不斷的形成延續 越來越厲害 叫做五燒 就是五惡五痛五燒 那麼基本上都是從禁界裡面 那如果你能夠克制 那麼你就不照三惡道 你就能夠持五戒 其實是這樣的 好 是下列 就是低下的 卑賤的 卑賤的就是比較庸俗的 凡夫所行 而非聖賢 無意相應 這個是一般世間人在做的 並不是賢慎出世的人所應該做的 所以你真正要修行 修行是要向解脱的 我們說修行有三個趨向 這個也很重要 我常常講 但是大家要常常聽就能夠記起來 修行有三種趨向 向上向解脱 好 向善就要离二 向善就要离二 离二向善 有二就不能向善 向善 向善就要离欲 离欲清净才能向善 因为我们在欲戒 欲戒在上去才是色戒 要离欲 离五欲 那个离五恶 这个就是离二有五恶 沙盗淫忘久 离五恶 那么这个离五欲 我们是欲戒 我们现在是欲戒 那我们现在是欲戒 我们的上面有色戒 在上面有无色戒 那欲戒里面我们是 我们欲戒里面我们是人 我们的上面有天 我们上面有天 我们的下面有三二道 有鬼道 有畜生道 有地狱道 有地狱道 那么你要离二 离二 这些是二 这些都是五恶造成的 五恶 五恶就是 五恶就是什么 沙盗淫忘酒 这个酒是鱼吃业 鱼吃容易多畜生到 那么沙盗淫忘 是牲口 那基本上的恶业 就是贪跟撑 外物是贪跟撑 那么沙盗淫忘 有贪撑吃形成的 那么五恶就会造成五苦 五苦 五种苦 这个就会有短命多病苦 这个就会有贫穷悲贱苦 这个就会有眷属堕乱苦 那么这个就会有被被欺骗 那么被伤害的苦 我们就种种 那么朋友不忠 生意不好 我们就种种这一些 那么五苦 五苦在无量寿经叫做五痛 五苦无量寿经叫做五痛 那么苦不断的 苦不断的形成叫做五烧 五恶五痛五烧 如大魔月异 大魔在烧 那么阿含经叫做五种恐怖 阿含经把它叫做五种恐怖法 五恐怖法 好 那么这个所以你持五戒 你持五戒 五戒就是断五恶 所以五戒是得人生的保证 五戒是得人生的保证 你在行十三 他也是下证 就行十三可以升天 那么你如果不持五戒 你就不能得人生 你会下三二道 所以他首先要向善 要离二 然后还要向善 向善有两种 一种就是你升天 所以不施持戒 升天之法 升天之法 那么升天之法 有两个 一个就是欲戒天 他也是向善 欲戒天就要食善 那摄无摄戒天 摄无摄戒天就要修禅定 就要修定 九次地定修定 那修定一定要离五欲 那么欲戒里面升天是五欲的满足 五欲的满足 五欲更殊胜 五欲殊胜满足 吃一得一 吃食得食 吃得更好 穿得更好 住得更好 而且时间更长 品质更好 殊胜跟满足 但是这一些五欲的殊胜满足 他未来都会晚 他也有限 所以你如果要在更上的话 你要修定到社界 社界就要离欲 因为他一定要有定 然后一定要离欲 离欲才能往上 要不然你就会在欲戒 那主要是这样 所以他还要在向上 然后之后要出三界 再离这个色滩无色滩 这个叫色滩 这个叫无色滩 这个是贪爱 离色滩无色滩 离欲之后 你才能离色滩无色滩 这个叫做欲滩 离欲滩之后 还要向上 就是向上离欲滩 离五欲 然后再向上离色滩无色滩 然后才能什么 向解脱 这是三种趋向 向上 向上 向解脱 那么修行的三个原则 三个原则 我们把这个讲完再下课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你要有这种观念 你到底什么是修行 到底要怎么修行 那么有三个原则 第一个是要正确 像你苦行它并不是正确 热行也不是正确 像很多人念佛 觉得我现在就是要快乐 所以一面唱歌 一面跳舞 一面念佛 然后觉得现在不快乐 以后怎么会快乐 念佛要很快乐 就一面唱歌一面跳舞一面念佛 这个是很劳动的 这个是感官的刺激 这个不是的 你看过哪一尊佛是在跳舞的 你看过哪一尊佛在唱歌的 没有 所以这个观念是不对的 那么第二个 这个是正确 就是离苦乐两边 我们说过 一定要正确 方法一定要正确 方法不正确 你再怎么用功都没办法 第二个就是适合 适合你 那么这样的方法是因为很多种法 好像很多种食物都是有营养的 但这个食物特别适合你 适合你用你适合的方法 比如说你要观呼吸 你观出息跟入息 它就不一样 或是你用鼠息的 跟水息的又不一样 或是你修地片水片 或是修青黄赤白 各个人他习惯不一样 那有些人适合修不静观 有些人适合修属习 那不一样 那么你就挑你适合的就可以 第三个就是已经正确跟适合 接下来就是 清静修行 纯守 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 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 你要天天练 你要天天练 练知再知 已经正确纯守了 你就是要勇往直前 天天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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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三天 一天打 一天杀网 三天赛网 没有办法 这样是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你就要让他纯守 要天天练 比如说你要观五蕴 那么你要常常观 观五常 你要常常观 念知在知 那么这个奴家 这个造次必于事 颠沛必于事 就算在很忙的时候 我也不会忘记我的修行 就算在很困苦的时候 很困难的时候 我也不会忘记我的修行 我还是在练 那么观五常 人家赞叹我的时候 我也观五常 人家毁谤我的时候 我也观五常 观五我也是这样观 你就练到很纯熟 那么你只要把握这个 那么这个是大方向的时候 那么你就 其实你就会渐渐上轨道了 好 我们先下课 等下再讲